在下週就是中秋節 我們還是在提醒一下 飲食需求拍照等等 這些地外情形之外 目前仍然是規定 外出應該是要全程佩戴口罩 再三叮嚀 就怕中秋聚會成為病毒溫床 因為9月1號本土新增 33875例 243例境外 中重症154人 死亡36人 9月中夏群即使高峰過了 后续还是会有社区的流行 只是是比较低度的 北部的部分应该是说 比较这个增幅比较高的 毕业点无疫情升温 9月1号死亡个案中 有两位20多岁女性有多重死因 包括少见的脑下垂体中风出血 不过罗一军也说 跟新冠肺炎较无直接关系 另外也新增一例儿童重症 miss C个案 去年的Omicron 就是在去年的11月底的时候 才突然冒出来 BA.2.75跟BA.2.76 都是代表就是说 他还有新的这个突变 在陆续产生新的变异株的 这样的可能性 市井不能松懈 至于美国FDA批准 紧急使用辉瑞和莫德纳 针对BA.4 BA.5的双架疫苗 中央想强调会去了解 美国特殊的审查方式 国内针对BA.1的次世代疫苗 则是照旧审查 同时全力催打疫苗 开学后 那接种的数量都比较多 幼儿的部分可以预约 然后夜间可以去接种 假日也可以接种方便的方式 那有的也有提供这个入园接种 广开管道催打疫苗 也希望抢先替中秋聚会 设下病毒传播的防火墙 欢迎新闻众军一般飞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记者掌握全球时事跟最新驱使